去年香港第五周年 就突然感觉 什么东西可以代表你公司 这个时候就来了 碰到消防那个时候 需要有一个代表公司的logo 需要有个公司整体的形象的规划 最让人家接受的可能就是这个logo 这个logo就看到你们东京中央 logo它是肯定是一个识别的一个符号 但其实logo它代表的是 应该是一个品牌的一种精神 这个logo出来的时候 我就突然感觉说 这里面有很多我们东京中央的一个含义 就像你讲的这个东字 其实你看这个东字又代表了很多东西方 这些连接 包括这个 那我们日语叫穆斯币 就是挂钩 我们翻译中文叫挂钩 代表一个种 你刚刚所说的缘分的 接缘的意思 其实这个东字代表很多元素 那也代表说 你刚刚所说的 我们把艺术品从这一辈的 缠传到下一辈的 这里面的含义 其实特别能表现 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含义 看到这个盒子的时候 这个连接的这种桥梁的代表性 四通八达的 像这个洞子的话 那如果我们用比较繁体的去写 去体解的时候 它是东西方 整个四方都有一个连接的 而且我们是站在东方的一个面 其实很极致的东京中央 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属性 而且我觉得就是中国的文化 与日本的文化 它也是个东方的文化 它是属于一种 更大的一个文化的范畴 其实东字它是个象形文字来的 它无关只是代表了 东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它其实它的象形的这个来源 这个从说文解析上面 它就是一个包裹 它是一个把一个东西 打成一个结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 但它跟方向有什么关系 这个很难说 但我觉得这种 其实不就是我们收藏 这些古董打的那个 打结的那个嘛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方 它一方面 它是代表了一个 大的文化范畴 它也代表了 人与人的一种连接 其实我们公司 用什么去连接 都是用这些艺术品 在跟这些人 我们这些客人之间 在连接 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